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小魅师房菜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五香芋卷 OK 我们来看一下材料有什么 还有芋头 我切成丝 芋头 然后有五花肉 已经搅碎了 搅一次就好了 然后这个小葱头 虾米 然后这边有调味料有糖 胡椒粉 五香粉 麻油 盐和酱青 因为是玉米粉 还有腐皮 腐皮要抹哦 腐皮上面一张啊 一张要抹 所以要抹哦 要抹个两三遍哦 对对对 要抹两三遍 要用这种 我是用这种 我的pitching towel 我们的pitching towel 然后我就是弄死了 抹抹了又洗 洗了又抹抹了又洗 你们不要一条布哦 抹全部的那个五香皮 对 上次有跟我讲 他抹了还是很咸 因为他抹了 叫他先生抹 现在抹没有洗的 就像一只抹一只抹 一只抹 你就讲我朋友 然后那个盐分就在这边 然后就是抹了 还是抹回去 抹了还是抹回去 所以你抹了之后一定要转去洗洗的 再来抹 抹了又洗 好像是我的朋友哦 这是你的朋友另外一个 我的朋友也是的 他没有洗 他讲一条布哦 抹全部 他讲为什么五香这样洗 你一条布抹全部啊 然后你的盐一直在那个布咯 记得要去洗 然后那个五香就是它的皮 里面不咸啊 那皮咸啊 嗯 嗯 OK 好 我们来开始 先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我现在要炸这个虾米 虾米你们可以 可以有 可以没有啦 但是我觉得虾米跟芋头很香 所以我就放虾米了 所以我们要先爆香那个虾米 虾米先爆香 OK OK 如果你们有什么看不大 还是什么 你们再让我吃 OK 来 我把这个虾米放下去 虾米如果没有爆的话 放下去比较没有那个香味啊 我要蘸一点 那个虾米哦 去爆一口 然后放肉很大 OK 这样就可以了 关掉 关掉 你看炒到很多那个泡泡啊 就可以了 对 关掉了 因为很烧 就放一边备用啊 所以我会把我的这个肉哦 然后把小洋葱头放下去 通常肉我喜欢放小洋葱头 你的肉是什么 五花肉啊 五花肉 搅一次而已哦 对对对 我的肉啊 我做碗炭做什么都都是 我会放小洋葱头 OK 我们用的是五花肉啊 五花肉然后只搅一次而已 OK 然后我把这个盐 盐只是半茶匙哦 糖 一茶匙 五香粉 这是胡椒粉啊 胡椒粉一茶匙 五香粉一茶匙 那很多呢 然后酱青 一茶匙 麻油一茶匙 全部都是一茶匙哦 就盐少而已 还有酱青 嗯 OK 等下这些分量 我全部会写在那个食谱里面 所以不用焯下来啦 等下我会post上我们的Facebook的网页啊 然后我把这个芋头也放下去 然后洗手之后我会把这个肉跟这个芋头加在一起 你的芋头也不要也不是撕啦 嗯 缺调这种我没有刨啦 因为刨的话会比较油 刨的话吃不到 吃不到那个芋头咬了没有咬劲 比较喜欢这样一条一条的 要不然你刨的话太薄 等下你蒸好了 你会吃不到那个 吃到软软的芋头 吃不到芋头 要不要加虾 看你个人啊 你喜欢吃虾你就加虾 我放虾米 可是要放虾也是可以哦 虾 OK啦 你喜欢吗 但是我比较是做你那个芋头的味道啊 嗯 我把它也放虾米 你们要香菇的喜欢也可以放 但是我就是没有放香菇 然后这边有这个 玉米粉 可以加下去 那比较有那个黏性啊 对 我只是剩一点点等一下 我可以黏那个皮啦 一点点而已 所以你这边有两汤匙你放差不多一个半样 对 这个比较注重在芋头的味道 如果你们喜欢比较多芋头的你们也可以放多一点哦 ok 这样就可以了 那在你跟我讲说 我还以为全部都是芋头没有肉 也可以啦 如果你们是摘的话就不要放 就不要肉啦 不要肉 就很多芋头 不要放小羊头头 嗯 这个五香哦 然后你可以这样 这样子要才不会粘叠啊 对啊 会比较容易拿起来 放一点油在你的这个这个盘里面 你的蒸盘要放一点油啊 对 ok然后你的你的五香卷 你的五香玉卷包下去的时候才不会粘 对 当包蒙香的时候也是一样啦 放蒙香也是可以啦 如果你要蒸的话 如果他们的是蒸的话 对 ok我相信大家都会包了 然后不要太厚哦 这个这个不用太厚了 不要太厚 这样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熟 然后吃的时候也 人家包的时候要包紧啦 对 对吗 因为有些人问我 为什么我的里面很像松松这样 因为没有包紧 我们要这样哦 你看 包的时候要拉紧 要拉紧 第一次包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包的时候也是包松松 也是背脚 这边啊 刚才塞一点点的粉 我放一点点的水哦 ok我相信大家都会包啦 所以你包快快 ok大小你们喜欢啊 ok 可是小妹今天包的蛮大条的 所以这个可以包几条 不是我要切的吗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样子 这样大条哦 我看有没有一个手长 比我的手还要大 所以你看我的芋头 就是这样 一条一条 这样子的话可以包几条 你的这个 这个啊 我懂几条哩 这样包的再给你们讲 应该可以包四条 这样你们要不要给它结实一点 要这样拉紧一点哦 给你的芋头 等一下等一下 可以进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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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要蒸多久 蒸大概十二分钟 我们蒸一个十二分钟 看你的大小条 小妹的蛮大条 所以蒸十二分钟 ok 大家你看过了那个已经十二分钟了 ok过了十二分钟 成功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哇 ok 如果你们 不要放黏在一起 所以蒸的时候就不会黏在一起哦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 放冷的切比较好 五香浴卷 成功 大家 好不好看 ok好 谢谢大家 我们要下播了 我们要下播了 然后就是跟你们讲一下 因为小妹明天开始 她就要出国旅游了 去越南 真的 她 学生假假假 她就这样子去 我都没有去假假假 ok 所以我们 这个来临的星期三 星期五 不会有直播啊 大家 直播下个星期一再开始 你几次回来 拜六 拜六 ok 所以下个星期一就会有直播了 你们也不要太想念她 ok 这小妹一路生风 ok 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五香浴卷 成功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